好,又有信息进来了,面颊筒 现在是8点42分 面颊筒 看到那个远处的秦山 上面都是像棉花西山的远处的秦山 这应该是喜马拉雅山那一带的 远处的秦山 上面都是雪 上面都是,不像是银 上面是银 上面看到银,好多银,白茫茫的 看上去以为是雪 因为下面一节是13 山上没雪,断开了 他们这些是断开的 原来人们习惯性看的时候 上面的云 上面的天啊,云 和山田 融为一体的 融为一体的 现在突然一看那个 山上没雪了 中间断了一节了 断了一节 通的云不连了 再仔细一看 好像不是原来的山 原来山断了一节 还被剪掉了 像被剪到剪了一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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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被剪到剪了一圈 然后正在剪到一圈的时候 那自由女神像就看到那个 自由女神像就看到那个 原来西马拉雅山 原来西马拉雅山的地方了 看着她 看到她 西马拉雅山看到她的时刻 然后那个 那个自由女神像 那个她的主手 灰了两回 灰了两回 然后那个 太平洋的水器 哗哗哗哗 就到了印度洋了 到了印度洋里 然后那个水 从那个刚才我说 这个去的一块 去的一块 去的一块 水就灌进去了 灌进去了 从天上灌进去了 这个水量好像 一潮水量的水量灌进去 一潮水量的水量灌进去 潮水量的水量灌进去 但她不是还是 这个灰了一块一块 就是变成那个水深器了 从太平洋上面 就飘到那个印度洋上 然后从这个 窃口里面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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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 一直到内蒙古 那个水一直灌到内蒙古 应该叫温多尔汉 温多尔汉 就是那个林彪飞机 掉的地方 那里边都很干燥 水汽都跑到那边了 水汽都跑到那边 跑到那边 把门返过来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这天上真是一个窃口 往天上看才看得到那个山 原来 现在原来看到上面的云 上面的云 上面的云 和下面的雪山 是融为一体的 融为一体的 现在就发现 成了一个窃口了 成了一个窃口了 发现成了一个窃口了 发现成了一个窃口了 然后看进来的都是云了 直接从那个窃口里飘进来 云了直接从窃口里飘进来 云了直接从窃口里飘进来 就成度成度的云了就进来 叶苏地 太窃水了 太窃水了 正在这个时候 那个自由女神像石灰 又灰了两下子 更多的水汽进去 地球那个地方太干燥了 地球那个水汽太干燥了 太干燥了 就像用剪刀剪了一个口子 剪了一个口子 剪了一个口子 然后自由女神像石灰 又灰了两下子 它这样又灰了两下子 更多的云从窃口里飘进去了 窃口里飘进去了 现在地球的中心在哪里 好像就在我们自由女神像那边 那个自由女神像那边 要改变契合什么时候 这个时候一半只小丑 曾经的小丑 讲气候问题的人 好像搞得无敌之龙 什么气候问题 能解决什么问题 他们 能解决什么问题 还是自由女神像厉害 自由女神像这个时候 灰了两下子 这个自由女神像是在南太平洋 我们建的岛上那个自由女神像 所以灰了两下子 然后 哎呀 满满的 现在感觉那个水那边 长江的水也是满满的 黄河的水也是满满的 但是很闷壳 原来必须从源头上进去 现在就 这边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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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到处有水 一下子中国的气候就改善了 所以要把 要把那个 我们打算 要把这段历史 中国气候改善的历史 要好好的写一遍 好好的写一遍 要让人们知道 是谁改变了 中国的这段历史 不是几个什么常委在那边 常委都蛮够高兴了 知道了 知道了 再见